《五十七文匯報》,好有大報復痴標千點港股幾近雞犬飛聲犬相為國表現兩例 2015年7月10日重要新聞A02頭條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周紹基,內地經歷救市初見成果 胡宗志昨日急升5.76% 帶動港股大幅反彈876點 從上二萬四關,是連續四日大跌後的首天升市 令股民略鬆一口氣 帶市共有1772隻股份上升 升跌比例高達31.1 港交所0388及券箱股更出現報復式上升 不少參與A股保衛戰的券箱 升幅都達雙位數 晚上居存稀債危機有轉機,歐美股市向上 但港股在一時30分回吐170點 港股前日急跌超過1400點後 昨日修復部分失地,結束四年跌 帶市低開81點後出現大幅反彈 從上二萬四千點大關 次最多升1181點,高建24696點 修捕24392點,全日升876點 升幅3.73%,成交2138億元 國子升339點,修捕11446點 升幅3.05% 稍順次,帶市雖然回升 昨日仍有39隻牛證打靶 反映股災與震味料 A股復派稀制區均擾港股 要財政券研究部經理直耀輝表示 昨日兩地股市的投資氣氛不錯 指數顯著反彈外 多隻股份也出現報復式反彈 尤其是嚴重超賣的券商股表現兩例 昨日共有1,772隻股份上升 下跌股份只有57隻 升跌比例高達31 一、但大使是否重拾聲勢 他認為要視乎兩大因素 包括目前仍有約1,500隻 A股停牌中 該社公司一旦復派的話 會否再引起股市震盪 仍是未知之數 另外,本週日將是希臘與債權人達成協議的死線 若當日仍未達成協議 歐洋行將即時停止向希臘提供流動資金 而希臘也會被踢出歐原區 即要揮清 目前市場都難以預測最後結果如何 由於歐洲方面已準備一旦希臘脫歐的應對辦法 要即時希臘脫歐 情況也不會太糟 為市場的波動實在難免 經這兩天從低位反彈後 短線再上升的動力將下降 早段到指升100% A.D.R.會吐170點昨晚外電子氣債危機出現轉機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正草以120億歐元的改革方案 而美聯儲6月會議記錄暗示加息或被推遲 消息帶動歐美股市彈升 美國道指開市初段升於200點 得法兩市降幅於2% 在1時30分道指升89點 港股A.D.R.則回吐170點 報24216點 港股昨日大反彈 勸雙股成為大贏家 中指勸雙股中 中國銀河6881升24% 中信證券6030升17.5% 廣法證券1776升17.1% 新萬宏園0218升30.16% 海通國際0665標31.9% 國泰軍安國際1788升34.4% 華泰證券6886升15% 西政國際0812升50.94% 信答國際0111升31% 被國投公司旗下基金竊賣的海通證券6837作伏牌後型偏遠 收跌0.6% 報13.82元 倍升股份11隻金威最威本地券雙股亦爆升 英皇證券0717升44% 耀財1428亦升33.7% 連滴9個交易日的港交所0388中報復息反彈14.9% 是升幅最大藍籌 收報233.6元 低位老貨的散戶將有一定斬禍 西價股狂標 全日倍升股份多達11隻 要打入40大升幅榜至少有68%的升幅 當中金威資源0109大將138% 為升幅最大股份 上半年股王百零達2326也標升122.5% 水直線